好,下面我们来看更精彩的第二段 首先看一下第二段的第一句话 请看屏幕 这句话说 That all great art had this power of suggesting a world beyond is undeniable 所有伟大的艺术都有这样一种力量 什么呢? 就是使人联想到天外世界的力量 就天国世界的力量 这点是不可否认的 无可置疑的 前面这个整个的黄颜色的这个句子 毫无疑问是一个逐语从句 逐语从句我们一般来说是不这么写的 一般来说我们要把逐语从句放到句末 在原来逐语位置加上一个形式逐语 It 那么是不是这句话在这儿出现了头重脚轻不好的句子呢? 这个不见得 本文中这个句子其实用了一种特殊的 圆周句或者叫调尾句 这个咱们以前说过 就是为了突出句末的重心 可以把最关键的内容放到最后句末再说 在前面是制造悬念的 到句末才揭示谜底究竟是什么 使句末得到了无比的强调 那么圆周句和调尾句在所有可以表示强调的句型里面 几乎它的强调的意味是最强的 因为我们以前说过在一个句子里面 巨首和巨尾是两个关键性的位置 那么巨首和巨尾相比呢 巨尾又更加重要 巨首先入为主重要 巨尾刚刚看过那个印象肯定最深 就是我们说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 那最终的成功比开始还是要重要 我们一生谈了 比如说雷老师谈了一千个女朋友 比如我希望啊 那么第一个和最后一个最重要 第一个是初恋情人 最后一个是我媳妇 当然我自个儿媳妇重要了 所以这个把最重的词留给了巨尾 哪个词重要 不可否认的 这一点毫无疑问 突出了这个Andy那一步 你看如果用正常的一个句式 咱们同学可能会这么说 It is undeniable that 把这主意从前放到句末 或者我们用固定句型 There is no denying that 这个这么说就毫无疑问吧 固定句型也算对 也没有错 但就不如本文中 Andy那一步进一步强调 这个不可否认 语气都没有它这么强烈 所以本文中用的依然是 咱们在前面第二课中 就曾经讲过的圆周句 或者调尾句 咱们在第二课讲过 这英语And focus 末端中心 或者叫尾重 And wait 这个原则的一个应用 我们回顾一下 咱们三册的第18课里 讲过类似的句子 The idea that modern art can only be seen in museums It's mistaken 那么这个想法 The idea 后面大从剧到这个 museum的结束 这是同位从剧 当代艺术只能在博物馆里 能够被看到这个想法 是错的 这个同位从剧相对比较长 咱们说过 为了考虑句式平衡呢 咱们一般是这么说的 The idea is mistaken 后面 句末在说这个同位从剧 这么一写呢 确实句式更平衡了 但是容易出现了 就是不好强调 mistaken这个词的现象了 我们用故意把前面堆砌 堆到前面去 突出了句末这个词 这是错的 这个想法是错的 上来先说想法 什么想法 当代艺术只能在博物馆里 被看到这像 说了本体怎么样呢 错的 再看一个例子 你看这个句子 也是在句首堆砌了 好多好多的 次要内容 你比如说 In 1942 在1942年 12 years after the initial shock of the stock market crash 还是堆砌时间状语 在英语中 一般是事件 地点 时间 时间是聚末采访的 但在这先说时间状语 1942年 在股票市场崩盘 初期冲击的12年之后 读了 这个读者读了半天 还是不明就里 你说了半天怎么样呢 我们说了 more than 10% of the labor force 超过10%的劳动力的大军 这主意依然很长 说了半天到底怎么样呢 读者都急了 我still unemployed 依然还没有工作 说明大萧条过去12年了 余波依然没有进 突出句末这个词 unemployed 你不管怎么写的话 都不如这个句型更突出unemployed 因为它把最重要的信息 放到了句子最重要的位置 所以这个圆周句调尾句 是我们以前讲过的一个老知识 但是不能用的太多 这种句子是雄狮型的 就是一般脑袋特别大 尾巴特别小 就一个词 我们一般句子是松散句 咱们叫孔雀型的 脑袋小 尾巴大 所以一大堆孔雀中间点缀几只雄狮 不能以这种句式为主 都是这样的句子 那句式结果单调 就起不到强调的作用了 好 看第二句话 首先第一点 他先告诉我们 所有伟大的艺术 当然art可以当不可数名词来用 都有使人联想到天外世界的能力 suggest这个词我们也说了 它可以表示建议 表示暗示 也可以表示联想 在这有上下文 当然是联想的意思 那么作者后面进一步说 in some moves nature shares it 在某些状态之下 或某些情况之下 大自然有一样的能力 就是我们看到大自然的美 也能联想到 这是天外世界 天国世界 照射下的一线光芒 照应了第一段里的内容了 这个mood 注意这个是多一词 这个mood在这 它本意是表示 人的心情情绪 但在这里没有人出现 不是情绪 而是状态或者气氛 比如说 the current political mood 当前的政治气氛 或当前的政治状况 政治状态 这个mood是这个意思 注意多一次 在某些状态之下 大自然有相同的能力 当然这个mood 当然它本身是表示 情绪 心情 但是确实它都跟in搭配 你看本文中是in some moves 我们在这儿表达心情 也跟in搭配 这些词确实不变 比如说in a merry mood 心情很快乐 in a melancholy mood melancholy是忧郁的 也可以把人的体液 就是那个黑胆汁 忧郁的 古代迷信说认为 体内黑胆汁多的人 一般性格忧郁 心情忧郁 抑郁 可以这么说 但都可以in搭配 好 再回头去中 看后本 nature shares it 这个it 当然就指上一句话中的 the power of suggesting a world 是一样的 联想到天外世界这个能力 大自然也有 这个share是复习 咱们在23课 鸟的飞行方式 刚刚讲过 这个share呢 本来可以表示分享或分担 但在这里是有一样的 有共同的 咱们复习这几个例句 咱们23课刚见过 We share an interest in botany 我们两个人对于 botany就是植物学 动物植物那个植物 我们两个人对着植物学 有共同的兴趣 或者有一样的兴趣 不能说分享这个兴趣 不同 再回忆这句话怎么翻译 I believe my view is widely shared 我相信我的观点 有广泛的共识 或者用主动翻译也行 我相信很多人 跟我有相同的观点 有一样的看法 再看这句话 Not everyone would share of your enthusiasm for the plan 这是部分否定 回忆一下怎么翻译 并非每一个人 对于这个计划 都有和你一样的热情 所以这个share 是有一样的 有共同的 这是23课老知识的复习 他后面就进一步来指明了 他说为什么大字人 有共同的 有同样的力量呢 第三句是个复活句 他进一步来描述 为什么大字人 能够使人联想到天国的世界 这句子比较复杂 咱们看屏幕 他说 There is no sky in june so blue that it does not point forward to a bluer No sunset so beautiful that it does not weaken the vision of a greater beauty A vision which passes before it is fully glimpsed and in passing leaves an indefinable longing and regret 这句子比较长 这个白颜色的 可以看作是 这个句子的主干结构 六月里 没有一个蓝天 能够这么的蓝 这个that从句 就是到逗号之前的 黄颜色的 当然是结果状欲从句 跟so的固定搭配 如此以至于 结果状欲从句 以至于它 它就只是前面六月的蓝天了 不会指向一个更蓝的 bluer 我们当然省到了sky 一个更蓝的天 前面出现过了 我们知道上线文是什么 这个后面 sky被省略了 字面意思是 六月里没有一个蓝天 能这么的蓝 以至于它不会指向一个 更蓝的天 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很好翻译 我们发现这明显用的 双重否定结构 前面no sky是个否定 这个not又是个否定 双重否定 我们按照肯定来翻译 六月里的蓝天 总能使我们想到一个 更蓝的天 用这个表示什么呢 表示这往往使人联想到天外的世界 对吧 六月的蓝天是这么的蓝 我们一定想到天国的世界 恐怕更美 告诉我们美是没有极致的 告诉我们大自然 也有使人联想到天外世界的能力 我们进一步说了 no sunset so beautiful that it does not weaken the vision of a greater beauty vision等等等 一直到句末 那前面呢 等于跟第一个等于是并列了 就相当于there is no sunset so beautiful 这个there is被省略了 这用了两个句式是排比了 都是no 什么什么so that no 什么什么so that 这两个结构 他说没有一个日落能这么的美丽 后面那从这到去末都是结果装运送句 以至于这个it还是日落 它不会唤起一个更加美丽的情景 vision可以表示我们一个 这个头脑中浮现出的一个情景 vicken本来是唤醒 这可以表示激荡起来这种情绪 头脑中会想象到一个更美丽的情景 这依然是双种否定 这个no是否定词 这that's not还是否定 也就是美丽的落日 总能使我们想到一个更美丽的情景 双重否定吗 按肯定来翻译 依然表示美是没有极致的 依然证明了上一句话 大自然有同样的使我们联想到天国世界的能力 我们想人间这么的美丽 想必天上的世界会更美吧 这么一个 对吧 然后我们看这个avision 后面重复一遍 这个avision 这个重复咱们回顾 在第一段老师讲过 这是一个语片纽带 它的作用是把前面这个division这个名词 跟后面的定语从句 which引导一直到句目的定语从句 拧到一块了 它像一根绳子一样 如果不重复一遍这个avision的话 那么后面这个which引导的定语从句 我就不晓得是修饰the vision 还是修饰后面这个beauty 不知道修饰哪一个了 所以这是一个预片纽带的作用 好 再看定语从句里面 这鞋底字开始到句末 是定语从句 修饰vision which passes passed就过去了 过去了 这个which关系代词 只带这个vision 在句中当主语了 什么呢 就是这个情景过去了 后面呢 这个带下号线的before 在逗号之前的 是迁套在定语从句内部的 时间状一从句 before it is fully glimpsed 在它被完完整整的看到之前 就过去了 消失不见了 这个vision是什么呢 就是一个更美丽的情景呗 这个落日的美景 可以尽情的欣赏 你看着一个小时 也没人拦你 但是更加美丽的这个vision 往往就是 刚刚有点眉目 就过去了 消失不见了 before it is fully glimpsed 在它被完全看清楚之前 就类似咱们中国人说 位极宝览嘛 一个位极宝览 就消失掉的情景 这个情景 就是我们天上世界的 天国世界的情景啊 我还没有看清楚 一闪念就过去了 只剩下了比它更低一级的 日落的美景了 但是天国世界的美景 却为其饱来 一闪念就消失了 就没来 and 并且 这还是处在定义层里边 in passing 这是时间状语 咱们在第16号里就讲过 这次in加名词和动名词 可以表示 在什么什么的过程中 还记得吗 也就是在消失的过程中 留下了这个leaves 当然是跟前面的passes并列的 都是做which 定义从记的位移动词嘛 它的主语还是which嘛 还是这个情景嘛 这个情景在消失的过程中怎么样呢 这个情景给我们留下了 难以形容的 难不可名状的 渴望和遗憾之情 对渴望不可及的美 本能的反应就是渴望和遗憾 渴望希望再看一下 但看不到了 遗憾就升起来了 这是非常优美的一个句子 我们看一看这本文中的一些 更加具体的细节 然后我们看一看 能不能模仿造型句子 你看本文中说了 六月里没有一个蓝天 能这么的蓝 以至于它不会指向一个更蓝的天 这个双重否定 我们说了 它的含义其实就是 六月的蓝天再蓝 也能够使我们想到一个更蓝的天 我们天国世界的蓝 一定比这个六月的蓝天 有更蓝 蓝的更纯粹 更彻底 我们类似造个句子 也用一用这个双重否定结构 人们在获得成就之后 总想取得更大的成就 我们动动脑筋 用本文中这个结构 可以这么写 是不是我们可以说 没有一个成就 能够如此的令人满意 以至于不会激起 人们想取得更大成就的 这种欲望 差不多吧 我们再来遍 没有一个成就 这一个否定了 能够如此令人满意 以至于它不会 第二个否定了 激起人们想取得更大成就的愿望 咱们看看这个该怎么说 there is no achievement so satisfying that it does not awaken 画幻形吗 the desire for a greater 这个a greater后面 就是a greater achievement 跟本分钟abluer类似 重复词就不用出现了 但是翻译成中文的时候 可以按肯定去翻译 人们取得成就之后 他总希望能够取得 更大的一个成就 这个awaken 你可以换成是刚才那个waken 等等等等 也行 也可以 这是这个句子 后面又说了 没有一个落日能这么美丽 以至于它不会唤起 一个更美丽的情景 这两个句子明显 就这个句子结构一样 它省略there is no there is 这个被去掉了 但是两个句子结构都一样 there is no 什么什么so 后面加 that 结构中文重句 这个地方明显用的是排比 排比就是把结构相同 或者类似的一组词汇 短语或者句子并列到一块 来增强表现力 尤其是增强气势 它可以使我们的句子 如逐层排浪 滔滔而来 增强语言的气势 所以我们想增加语言的气势 增加震撼力 用排比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尤其在演说的时候 演讲的时候 为了增强气势 增强震撼力 用排比可以说是不二的法门 很多演讲大师都用这个技巧 你看我们看看 这个在秋节爵士 著名的演讲家 也是政治家 也是作家 他的文章 我们在未来四十六课会碰到 他有一次 在电视讲话中 非常有名的电视讲话中 用到了排比的修词 你看他怎么说 前面句是排比 We should fight him We should fight him We should fight him 这是排比 增强语言的气势 而且你看秋节爵士 演讲大师 在排比的时候 尤其多用单音节的字 更使句子增强力度 铿锵有力 如大猪小猪 溜落玉盘 为什么 中文中都是单音节的 但英语中有多音节的词 多音节里面就有轻读 有中读 到轻读的时候就带不上劲 但单音节每一个字都可以中读 所以读起来更加 铿锵有力 你看 We shall fight him by land We shall fight him by sea We shall fight him in the air 每一个都中读 我们应该 待着him 当然指希特勒了 当时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 希特勒那个德国法斯部队的 汹涌的 在向前进攻 我们应该在陆地上与他作战 我们应该在海上与他作战 我们应该在空中与他作战 直到在上帝的帮助之下 我们从地球上驱除掉他的阴影 并且从他的枷锁中解救被他奴役的民族 这个yoke 本来不是套牛的那个 像马龙头一丝一样那种牛饿 套牛的这个工具排成一些枷锁 这个增强了气势和表现力 我们再看一个比较有名气的中国同学 也觉得可能更亲切的 就是这个尼克松啊 在1972年首次访华时候 他的祝九词里面有这么一个片段 咱们看也是用的排比 他说 There is no reason for us to be enemies Neither of us seeks the territory of the other Neither of us seeks dominations over the other Neither of us seeks to stretch out our hands to rule the world 这就排比了 Neither of us Neither of us 用结构相同的句子 并列到一块增强气势 他说 我们双方没有理由成为敌人 中美双方没有什么厉害冲突 他解释了 你看我们双方没有任何一方 贪图对方的领土 我们双方没有任何一方 希望去控制对方 domination 居高临下的统治控制他 我们双方没有任何一方 试图伸出手去去统治这个世界 所以中美双方不是敌人 而是朋友 这是用排比的修词 我们在后面还会看到类似的用法 好 再回头去中 他说 没有一个日落能这么美丽 以至于它不会唤起一个更美丽的情景 一个未及保揽就消失掉的情景 这个Avision 我们说了这是一片纽带 咱们在第一段就解释过 它等于把前面的这个Division 重复一遍 跟后面的定义层就练到一块了 而意义上纵身发展 这个是鱼片纽带 鱼片纽带可以使上下的连贯感更强烈 尤其在复合的这个复杂句子里边 那which passes是消失不见了过去了 那么在它被完全看清之前 就未及保揽就消失掉的情景 我们说过了 而且in passing在消失的过程中 leaves 这个leaves是跟前面那个passes并列的 咱们再看一看 Avision定义层就 which passes before the following and in passing leaves 看到了吧 leaves是跟前面passes并列 都是做主语which 就是修饰的这个vision 这个情景的位于动词 说明这个情景给我们留下了难以名状的 这个渴望和遗憾之情 这里边有一些词汇 咱们可以钻研一下 首先这个longing表示渴望 这是个来自于动词的名词 它的动词形式就是long long大家可能知道表示形容词副词 表示这个长的或长地 长时间地都行 但是做动词来用是表示渴望渴求 搭配呢 可以加for再加名词 渴求得到某个东西 也可能加动词不定是 渴望去做模式 你比如说 she longed for a hard drink 这个女人渴望喝一杯热饮 she longed to see him again 她渴望再看见他一面 这是做动词来用 它的名词形式直接加ing就好了 longing 后面搭配不变 依然是跟for或者to do都行 比如说我们看一个例子 你看我们说 在我感到压力和担忧的时候 我经常感到一种不可名状的 对于童年的渴望 在我感到压力和 压力可以用stress 担忧呢 用worry 在什么什么的时候 经常发生的某一个时刻 咱们在第一段刚讲过 可以用in moments of这个结构 我经常感到一种 哪个名状的 就用本文中的词呗 indefined不就好了呗 非常好写 in moments of stress and worry I often experience an indefinable longing for my childhood longing 对于什么的渴望 我们加其字for 如果对做模式的渴望 加动词不定时 出对就好了 这是这个渴望渴求 跟他类似的词有好多 咱们的写作中可以替换 比方说 我们跟老师下大声先读起来 earn earn 我们对模式的 渴望得到某个东西 我们叫for 做模式 叫to do 一样的 he yearned for her love 他渴望得到这个女人的爱情 she yearned to have a baby 这个女人非常渴求 生一个孩子 对某式的渴望 渴望做模式 都行 名词形式加uninted就好了 我们就不重复了 后面如果在加后制定语的话 earn 是加for 借词 或to do 都行 我们大声来读一下 yearning yearning 渴望 或者渴求 还有hanger和thirst 这两个词本来说动词 表示恶和渴 但是渴望得到某个东西 后面借词也是加for 但是他们的名词不变 名词依然是hanger和thirst satisfy my hunger 解饱吗 动词名词 这个翻译品写是一样的 动词后面一般是加for 渴望得到某个东西 如鸡四可 我们在这个一个 这个著名的一个大片 叫ghost 就鬼 咱们中文翻译着人鬼情味聊 里边有个主题曲叫 Anchained Melody 里边就有这么一个片段 I hunger for your touch I hunger for your touch 我渴求得到你的爱福 因为这个人已经死了 只能通过灵魂来相见 但是肌肤之亲不可能了 hanger for 渴望渴求 动词名词都是hanger和thirst 那么后面交付 还有一个特别讨厌的 crave 这个词急物不急物都行 急物不急物都行 即可用crave something 也跟crave for something都行 我们大声再度一下 crave 注意最后口型还停了在上压 处下唇 这个动作 crave it was the sweet life he had always craved 或者是 he has always craved for 这是he has always craved 是定义从具 关系代词 which被省略了吗 他做宾语吗 加不加for都正确 名词形式就是craving 对于什么的渴望 如果后面加后置定义 也是加其次负 就好了 我们再读一遍 craving craving 好 这是指渴望渴求 整个后半个定义从今刚好翻译成 在消失的过程中 给人们留下了难以形容的 渴望和遗憾之情 好 我们看到整个句子分析完了 你发现它非常优美 用一个排比的这么一个句子 既大起磅礴 又细致如微的描述了 美 没有旗帜 美总能使人联想到一个更美的情景 就是大自然 也会使我们联想到天国世界这个能力 同时又刻发出来人的本性 对渴望不可及的美的本能 就是渴望和遗憾 你看 有一首唐诗 也表达了类似的含义 描摹的同样传承 只不过它是从爱情这个角度 这个我们就是李商隐的吴提诗 李商隐写过好几首吴提诗 《意境眷用》 我们说未尽人物晚唐诗 讲究风流风雅风韵 还得看晚唐的诗 尤其是李商隐 咱们看这个 为什么跟本文中一起同工之妙 他第一句是 凤尾香罗 搏几重 碧闻远顶 夜深逢 一上来就是一个vision 就是一个心目中想象的情景 想象自己心爱的女孩子 此刻正在青罗杖里缝纫 正在缝衣服 那么作者由此就回忆起了 初次与女孩子相见时的情景 擅才越破 休难掩 车走雷声 雨未通 当时这个女孩子坐在马车之上 看起来是个妇家小姐 妇人家的孩子 然后当时乘着马车经过 看到了作者 作者也看到她了 当时男女受数不侵 女孩子觉得不好意思 赶紧用月亮圆圆的扇子 古代这个女孩子拿的扇子 叫团扇 团团圆圆 圆形的扇子 像月亮圆圆的扇子 遮住自己脸 不敢让她看清楚 但是女孩子太美了 圆圆的扇子 根本遮不住她的美貌 叫休难掩 就好比人们无意中 看到了天国的惊恐一瞥 看到这个天国的美一样 这女孩子也是惊为天人 太美丽了 等待作者要跟着女孩子进一步 来咱们留个微信号 来手机号 咱联系联系 但是完了 当时呆住了 完了 当时要说话的时候 车走雷声 雨未通 像打雷一样 轰隆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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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是计料 金镜案 断无消息 十六红 这个明显谈到 对美的这个 regret 遗憾之情 蜡烛燃尽 十六花红 还是没有女孩子的音信 在打发自己 家庭小司机 打听 谁家的小姐 谁家的女孩子 断无消息 十六红 十六花红了 也不知道 下面就是 渴望之情 搬追旨迹 垂扬岸 何处西南 带好风 这是心中的 渴求之情就出现了 这个里面 用了一个典故 就是三国时候 曹植写过一首 七哀世 其中有这么一句 叫做 愿为西南风 常事入君怀 他说 我愿意变成 西南风一样 扑入你的怀中 永远也不分开 这是曹植 这个 假见女孩子的口吻 写了这么一句 那么 李商隐就用了 这个典故 他说 我的搬追马 已经寄搏在了 垂扬岸边 可是 心爱的女孩子 你何时 才能像西南风一样 扑入我的怀中 永远不分开呢 这明显是谈到 渴望之情 你看 同样是描述 对渴望不可及的 这个美的 这个感受 我们中国唐诗 描写的一点也不逊色 而且我们看到 人的文化不同 语言不同 但human nature 人的本性是类似的 对这种 惊为天人的 不可名状的美 内心中的情绪 是完全一样的 好 下一句话 写的同样非常精彩 咱们接着看下一句